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海 现在外面的温度是零下24度 你们看见前面这个水塔了吗 看看,它的高度有35米高左右 这以前有很多网友他问我 他说大海啊,他说你们当地这个楼区啊 它喝的自来水是从哪里来的 它能不能冻上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楼啊,他们喝的水啊 全是从这个水塔里面 水塔的压力下来的 他从这个房子里啊 这个前面这个房子你们看见了吧 用水泵,把这个水呢 泵到水塔上面,就那一块 那里面能放10吨水 然后呢,这10吨水呢 再从这个管道再下来 完了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 再留住就是每一栋楼的住户里 大家看见了吗 这全是 全是靠这个水塔 咱们往前走啊 看看它为什么这个水管它不动 它是什么原因 能抵抗到零下50度它也不动 咱们往前走 前面就是我刚才拍的水塔 这个烟团呢,现在已经正在冒烟呢 它就是烧桶架楼 就是这些楼区的烟团 这里啊,就是锅炉房 前面烧那些煤呢 就是在给这些楼区取暖的煤 大家看见这个地下了吧 为什么这块地下没有雪呢 因为这个管道 自来水的管道 还有取暖的管道 全在这个地下 咱们往前走啊 上地下里面看看 我现在已经到地方了 这个就是进单元的门 就是楼里面啊 不是分成一二三四四个单元吗 就是进每个单元的门 进了这个单元的门以后吧 第一眼看见呢 这块有一个盖 咱们把盖打开看一下 这个盖里面全是灰啊 大家看见了吗 这个盖打开了 我把手键拿下 看这里面都是啥呀 都是管道啊 我现在下底下啊 下底下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所有的管道 是管什么用的 我现在已经下来了 大家看看啊 这个第一根管道 就是我左边第一根 这个是啥呀 这个是暖气的进水管 中间这根呢 就是这一根啊 属于暖气的回水管 最主要的是这一根 大家看看啊 这一根管啊 就是自带水的管 你看上面还有霜的 可能这个冬光黄的 是不是啊 你们有些时候看不清 我插插镜头啊 看见了吗 这根管现在全是霜啊 我现在的位置呢 是在地下一米五啊 为什么这个暖气管子和这个热水管 他们这个暖气进水管 回水管 还有这个自带水管 他们在一起呢 就是为了他怕冻啊 你们看见了吗 这个地沟长有几米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沟长啊 是五十五米长 就是从一带圆 只四带圆 完了 最后啊 这些管道呢 全部统一 就是进入 我刚才给你们拍那个水塔 还有那个锅炉房 就烧火那个地方 全部他们都进去 大家看见了吧 咱们往里走再看看 哎呦 咳死我了 哎呀 哎呦 我遭了罪了 大家看见这是什么管了吗 看看啊 这个管道 它从这里来的 我跟大家说 这是什么管啊 这就是厕所的卫生间 这就是卫生间的管道 看见了吧 厕所卫生间的管道 就是这根管 我这根这根土管啊 就是厕所卫生间 排大便的 尿啊 屎啊 就从这根管里流出现 这根管呢 就是厕所 冲水的管 但是我们这边 这个楼啊 你们看见了吗 这是厕所的管 记住了啊 它跟这个 自来水管是一起的 大家看看啊 咱们带回来 这根白管 看见了吗 这根白管 我拍这根 看见了吗 它从这进来 看 这根白管 看见了吧 就是这根白管 这个白管是啥管 是卫生间厨房的管 嗯 所以说吧 就是我们当地这个管呢 就是 卫生间 还有这个厕所呀 他们用的水管呢 是一根管 都是自来水管 这回你们知道 为什么零下50度 或者40度 它都你不动了吧 因为它就跟这个暖气管 是包在一起的 好 这个视频就介绍在这儿了 咱们明天再见 是